国外疫情台北市上半年房市火热 根据地震局公布三月份的最新住宅价格统计 平均每平单价54.2万元 连续四个月走洋 大楼涨幅最凶 每平63.6万元 创历史新高 当初的一个经济的前景是相对是比较看好的 而且台湾没有疫情的干扰 市场上面这么多热钱的一个追逐之下 其实在价格的一个部分上面 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飙涨 更可以发现台北市买盘从蛋白区回流 价量均涨表现相对强劲 虽然不少人期待疫情爆发 有机会进场减便宜 但对照国外市场情况 全球56个主要国家的房价平均涨幅5.6% 疫情严重与否 发现和房价走势脱钩 豪宅买气不坠 大值豪宅西华富邦 光是今年就有成交八笔 最新一笔在四月以3.35亿元成交 坪数共188坪 单价每坪226.4万元 幕后买主则是美妆通路保雅的总经理 高低楼层的价差比较大 目前的低楼层 最近几年的一个成交行间 是155万到165万左右 那高楼层尤其是30楼以上 单价都是破200万 饭店市管理也是张忠谋 富邦集团家族等知名企业家 最爱入手的标的 三月份房市热络 显示出许多屋主在股市获利 反手就把钱投入房地产市场 三立新闻 于城湖旅培君 台北采访报道 转发现出了证据